Hello大家好,我是莉莉 两人一车自驾游云南 来到丽江的露营地后 吃过午饭,我们就直奔白沙古镇了 吃过中午饭,我们就出去溜达了 然后师傅在前面开车 转直司机 是的 然后我们现在所去的方向是哪里呢 一路向北奔白沙古镇 对,我以为你说一路向北去新疆 行,我这不是说走就走 说走就走的旅行 就这样子,又冒雨点了 我天天在背着家,我的家就是一辆车 那么说走就走 车在哪儿,家在哪儿 家在哪儿 四海鱼家 四海鱼家 快到白沙古镇门口了,他们 看这边的路比较窄啊 对,停车场 其实四个月前我来过丽江的白沙古镇 所以对于道路还是很熟悉的 白沙古镇路口前由于道路狭窄 经常堵车 这边的停车场还挺多的 最大的两个停车场是沙溪壁画的景区停车场 以及对面的一个大型停车场 停车费每天最高35块钱封顶 时隔四个月我又回到了白沙古镇了,朋友们 然后现在已经在白沙古镇的路口 这个路口经常堵车,大家看到了 车子行驶速度都会很慢 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就往古镇里面去走转一转 谢谢,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丽江这边什么最多呢 当然是帮你编辫子的老奶奶了 一个转角就会为你 哎呀,美女,要不要编才编 看来今天游客还挺多呀 不是说已经过了旅游忘记吗 怎么人还是这么多呢 之前有网友跟我说 丽丽,你这么喜欢沙溪古镇 可以再去一下白沙古镇哦 白沙古镇也很古朴,宁静 看到这里,你还觉得宁静吗 四个月不见,多了一些店铺啊 霸王茶几,这家店蛮大 今天人好多呀 白沙古镇距离丽江古城那边 也就应该不到十公里吧 很近 对 然后大家都是来白沙古镇这边转一转 接着再去玉龙雪山啊 或者说鲁孤湖 这里算是一个中间点 跟树河古镇差不多都属于中间点 我想比起丽江的大沿古镇和树河古镇来说 白沙古镇确实显得更加特别些 但我觉得白沙古镇的商业氛围依然还是很浓厚的 今天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先简单的逛一下白沙古镇 好了,我们先往古镇里面溜达溜达,走一走啊 看今天下雨还是不太方便 一边下雨湿达达的 如果说不下雨啊 我就应该是坐在这个位置 啃着馒头 看着人来人往 那种感觉特别好 看这边还有 嗯,好香啊 这边写真火锅 真是热闹了很多啊 一直沿着这条街走大家会发现啊 哇,游客很多 然后真的,我感觉白沙古镇商业化氛围特别的浓厚啊 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白沙古镇这么好啊 能够说像沙溪古镇一样 看这边 都是各种各样的餐饮啊 小吃,服装店等等 这旁边还有不少的店啊 都是刚装修 估计以后也是要开店的 看这旁边 基本上啊,服装店啊 哎呀,手工艺品店 全都是这些 没点其他的了嘛 从后面一路逛回来啊 大家会发现这边的店铺真的越来越多了 而且这个小镇真的感觉让人 没有那么舒服了 我记得我四个月前过来的时候 人没这么多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静的 但是过了四个月啊 旅游旺季啊 人越来越多了 这边开了店铺也越来越多了 大家也会发现这边有不少的店铺都是刚装修 估计也是要开店的 我感觉吧,朋友们 像现在这些古镇啊 其实在刚开始初期被发现的时候 哇,这古镇好古朴啊 特别的舒服 呆在这种地方 但是像这种古镇呢 相对来说就是很多人没办法养活自己 相对来说比较贫穷 相同场景也比较差 等到它一旦推广开来了之后 哎,那就要创造相应的劳动岗位了 那做旅游业啊,对不对 既然风景这么好 所以就会导致这个古镇会被开发 开发到一定阶段了之后 古朴的味道越来越少 商业化的味道越来越浓 慢慢慢慢的 这个古镇的评价就越来越低 就越来越臭了,名声 基本上都是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直到最后,这个古镇不再是古镇 只是一个旅游的房地产项目 哎,逃脱不了这样的结局 都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又回到这个门牌坊了 白沙 然后看在旁边 就有很多壁画 这旁边有小酒馆 上面会有那个歌手现场表演 看这边有一位情侣 就说啊 这边哪里有座位啊 像这边的话不禁电消费 很难有地方休息 你就必须得消费 这边这一段街道它是北边的 往北边走一走吧 下雨又变大了 看这下的雨还飞无人机哦 抗雨性那么强啊 好 沿着古镇一直往北走 大家猜我发现了什么 这边有一家叫做马吉阿米的店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会感觉到 有点新奇吗 因为马吉阿米 我是在西藏拉萨的八阔街 有看到有一家 结果这边也有一家 名字一样的店 卖的基本上是一些藏式的口味的奶茶 还有汤锅 牦牛肉等等 还有印度口味的 像这边的价格大家可以看一下 20块钱 25块钱左右 如果说来这边吃个下午茶 其实还可以这个价格 下面这个汤锅我不知道算是不算好 但是这个价格应该没有说特别贵吧 而且里面的装修 比较有特色呀 看着穿过这门口 看这边 很多花 还有旁边这个就餐的位置 就在这个棚子下面 还是挺好的 天气好的时候在这里就餐 还是很享受的 大家知道吗 马加米就是 苍阳加措 这个写作下面的一个人 好像是他的情人吧 马加米的意思就是未出嫁的少女 好 大家感兴趣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这个音乐声响彻了整个小巷子 小街道 这个是现场真人表演吗 啊 确实有个歌手在里面表演 会积聚 多少人曾爱你积聚 晚餐的生产 爱慕你的脸 鸡豆凉粉 有点香 嗯 嗯